转载自百家号作者,安宰体育众所周知,今年夏天胡人飞迎来了詹姆斯之后,他们的实力,瞬间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看好,而胡人球迷们也都期待着詹姆斯在下个赛季的表演。 詹姆斯作为联盟的超级巨星,他的个人能力毫无疑问是联盟顶尖水平,但是仅仅依靠着詹姆斯的能力,似乎还是难以将胡人和勇士火箭增长对相起并论。 如今胡人阵容中,绝大部分都是年轻球员,英格拉姆,球哥,库兹马等人,都是胡人未来发展的希望,他们如今还正在处于成长阶段。 如果胡人下个赛季,想要快速达到争赌总冠军的目标,他们还需要做出一定的补强。 为此胡人管理层似乎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。 就在自由市场开启之前,胡人便预决渴望能够得到伦纳德和保罗乔治等明星球员。 但是随着自由市场的开启,他们相继和胡人擦肩而过。 如今自由市场上的超级巨星都已经有了新的东甲,胡人也正在另寻办法。 近日胡人方面爆料,他们已经正在展开新的交易。 巨星魔术是为了能够快速帮助胡人走上复兴的道路,他正在拟谋着另一场交易。 如今胡人阵中需要一位足够稳定的走分手,而巴特勒成为了胡人的先目标。 巴特勒作为联盟中的超级巨星,他在公牛时期的表现被球迷们熟知。 上个赛季的他也带领着森林郎闯入了季后赛。 拼着巴特勒的出色表现森林郎也收获了许多。 但是如今巴特勒和森林郎之间的关系似乎也陷入了紧张的程度。 据悉巴特勒十分不满球队中一些球员的比赛态度。 为此他已经在今年夏天拒绝了森林郎的戏约合同。 这也意味着巴特勒将会面临着新的选择。 而胡人自然也充分了解到这一点。 他们正在尽自己的权利和森林郎方面展开谈话。 而一旦这笔交易能够实现,胡人将会迎来另一位超级巨星。 而詹姆斯带领的胡人队也将迎来最强帮手。 他们追逐总冠军的目标,似乎又更进了一步。 而魔术师在今年夏天的运作毫无疑问将会载入史册。 毕竟他的野心实在令人敬佩。